最新出现的前35的照片上 它所展示出的一些细节 显示现在进度在加快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五代机的发展上 像韩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家 和我们比还差得太远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最近出现的前35的图片 虽然说看上去比较模糊 但是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细节 挺致得万味的 首先咱们看近期道的前方 它有明显的记号 但是由于图片比较模糊 那个记号看不大清楚 也确定不了是什么数字 大致可以判定是四位数 而且似乎有03的字样 所以我分析就认为 这四个字就是3503 如果真的是3503的话 那就可能是正式的型号 就是1035了 这架就是第三架原型机 这就说明它的进度已经非常的快了 那么再看这架飞机的雷达罩的前部 那么之前用于测试 它用了一个外置的空送管 现在已经拆掉了 那么这意味着已经完成有关项目的试飞 这架原型机已经安装了雷达等其他电子设备 进入可以小批量试产的状态了 那综合这两项来看 应该说1035的进度现在在加快 而且它的速度确实也是比较快 照片上还明显的可以看到 1035使用了所谓的柜式竹起锣架 这样就可以有更长的压缩形成 缓冲着剑式的巨大冲击力 两个发动机的喷口之间 可以看到有着剑钩 下部的钩子的形状是进行了优化设计 但是好像还没有对着剑钩 进行这种隐藏式的设计 那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机翼 机翼水平尾翼还有两个垂尾的翼尖 都做了切尖的处理 那这个是减少外缘尖端 对雷达波所产生的所谓的尖点散射 而专门处理的 这是要提升隐身的性能 但是它这个也是要和整体的隐身的设计 要进行相匹配 相配合才行 那么这种细节的精细上的变化 说明前35非常强调隐身性能 我们也就掌握了比较系统的隐身的理论 设计经验以及完善而系统的测试手段 就这一点像印度 土耳其 还有韩国 那就差得远了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发动机 有分析认为 前35已经开始试装了涡扇19黄山发动机 不过从这个模糊的图片上来看 发动机尾喷口地方虽说似乎有那么一些变化 不过这个可能还是在发动机与机身配合上做了一些调整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照片的角度和清晰度 导致你感觉上它这个尾部的喷口是变化了 如果说前35真的能用上涡扇19的话 那可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了 不过综合各种情况来看 应该还没有换装涡扇19 目前还是在用这个涡扇13E 印度现在已经批准了生产五架五代机的原型机 这东西还没出来呢 我们就不说它了 那么土耳其的可汉完成了首飞 他们说是五代机 实际上也只是具备五代机的一些外形和一些性能的一个四代半家的飞机而已 韩国这边的进度就比较快了 你看它的KF-21已经搞出了六架原型机 连单做的双做的都出来了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它的细节 这KF-21暂时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五代机 你比如说它还没有机身弹舱 还采用了机辅半埋式的挂载武器的方式 机身上有一些口干 甚至包括像起落架舱这么重要的地方 都没有做隐身的细节处理 机翼也没有做精细的处理 隐身方面那就大打折扣了 那相对于五代机要求的高隐身性KF-21 显然达不到要求 韩国它其实不掌握隐身机的基础理论 也不具备齐全的各种试验手段 它只是采用了美国罗马公司给的一个整体方案 利用可以配套西方关键系统关键部件的优势 以小不快跑的方式先搞出一个原型机 以后再逐步的改进 那相比我们来说 它进度还差得很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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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